她是最会唱苦情歌的女人,未婚先孕后嫁小11岁男人,低调隐居多年,归来仍是一代歌后。 爱听老歌的人,心里都有许多深情往事。 在这些男人深情不悔,女人失禅成级的老情歌里,绕不过去的唯有一个林一连,都说年少莫听李宗盛,爱过方之林一连。 她的歌道尽了天下女人的心思,点点滴滴的寂寞愁苦,和爱里的执迷不悟,骗走了我们的眼泪,却活得比我们还潇洒。 林一连出生在1966年的香港,父母都是从上海移居到香港的老兄,父亲是二胡乐师,母亲在酒楼唱绍兴小曲帮补佳绩。 照顾两个弟弟的重任,就自然而然落在身为家中长女的她的肩上。 父母咒出未归,明明很关心孩子,却从来不懂得表达,也让林一连自由觉得,跟父母之间有一道心强。 童年的时光,是平淡到压抑的,在她往后的歌里,都能听出那份情感的深埋和阴忍。 虽然亲情淡薄,但家里浓郁的艺术氛围,还是给了林一连异病的天赋,17岁的她就被心力音乐看重,成为了旗下签约歌手。 不过那个年代的香港,主流的还是电影,于是顶住歌手的名号,林一连当起了不如流的演员。 因为外貌平凡,她只能在张国荣主演的电影《黎言演美女的陪衬》,在歌神张学有竹脸的鬼片里当个配角,名字还叫做《扫把星》。 就这样在丑八怪的名号下,林一连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碌碌无为的日子。 直到那一首歌,突然传遍大街小巷,有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,纵然无怨无悔默默承受,苦苦抢求也求不到那扇不开启的门。 这一张专达让她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,对听者来说,这首歌或许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,对林一连,却是那段昏暗岁月里,看不到曙光的音乐之门。 这扇门开启了,她就像抓住了救命大草,把所有心思都铺在了唱歌上。 一年内她迅速推出了三张专辑,在香港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之后,又在日本连柱举行了四场巡演。 那时候的林一连,唱的还是苦情歌,而婉转音色中,却有几分轻快和空灵。 在后来的一年,便是人尽皆知的故事,林一连遇到了李宗盛,就像我也遇见了威风,好风送我上星云,却不止随时可能坠落。 彼时已经是有妇之夫的李宗盛,在合唱了一曲《当爱》一称往事之后,就诡异心窍地爱上了林一连。 林一连的长相,根本不算漂亮,是很难让人一见钟情的类型。 可是李宗盛,就是不偏不倚地沉沦在了她的独特中,为她写的情歌《我是真的爱你,我初次见你》,人群中独自美丽。 放在如今,这样的告白,也没有几个女人心能不被动容吧。 然而,即使在音乐上她们看似是天作之河,这段感情也终究是令人不齿的。 李宗盛有妻子还有孩子,在看清了现状之后,连一连逃到加拿大温哥华,却不想李宗盛也追到了温哥华。 他终究是个会在寂寞里憔悴的普通语人啊。 在怀上身孕之后,就和匆匆离了坤的李宗盛步入了婚姻。 一手不必在乎《我是谁》,便是当时纠结内心的真实写照。 无论如何,这段纷纷扰扰的感情,终于是告一段落了。 往事已经成为了她的软肋,其中多少曲折不济,于情于理她都是犯了错的人,或许是别无所求。 连一连唯一能做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唱歌,只有唱歌是她的盔甲。 她的歌声也确实怎么也无法让人痛恨起来,每一处哽咽,每一句歌词,都让人仿佛深处其中,那种真真切切的,难以逃避的情感和命运。 远离了其他草杂纷争,此后的林一连只跟音乐一起出现,也在无太多她的消息。 直到六年之后,林一连和李宗盛离婚的消息,又再次轰动了乐坛。 其中内幕无人知晓,李宗盛似乎还有几分留恋,但林一连却更像是豁然开朗了,她在离婚声明中写道,迎接各自的未来,似乎也不那么遥远,就让生命多添一种颜色吧。 兴许多年前的选择,已经让她承载了太多重压,又兴许这几年的成长,让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逃避只会跟随的女人。 林一连继续唱出歌,唱的都是最懂女人心的歌,还拿下了全球歌曲中真成就奖,却仍旧低调到了失踪的模样。 再回首,就是今年的我是歌手,林一连的空降,不知让多少人震撼差异,又勾起多少老歌和故事。 她也凭极嫌熟到无惧Live的音调,和拿捏自如的情感气息,获得当之无愧的歌王称号。 她说她找不到可以爱的人,所以宁愿居无定所地过一生。 可是林一连找到了,她和比自己小11岁的音乐制作人工硕梁结了婚,结婚当天的伴娘还是自己的女儿。 林一连也从未停下过歌唱,出了新专辑,为影视剧配乐,一路扮起了个人巡演。 曾经的她只是感情里随风摇摆的小女人,如今在歌唱的时候,她却是整个音乐国度里的女王。 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,原来寂寞是留住精彩。 放开双手拥抱着意外,明日以后愿仍然可爱。 这个总是唱苦情歌的女人,如今唱喜丈夫为她作曲的新歌,似乎一点也不苦涩,反而还有点酷了呢。 也许每个女人都和她一样,有自己放不下的故事,不妨把昨日救助月光酿成回忆,而明天,用来迎接新的意外和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